店里头忙着招呼客人 这间店是兵茂村的青龙高市中梦想的起点 让大家可以更认识他 虽然家是在金峰乡兵茂村 但从小就在外地长大的他 从军职退伍之后 决定回到这个最熟悉却又陌生的地方 重新来认识兵茂村 我之前的职业是职业军人 然后在四年前因为家里父母年迈 然后需要有人回来陪伴他们 所以我们兄弟兄弟姐妹们一起来的开了会 就决定是由谁来回来 当时因为在工作上碰到一个瓶颈 就所谓的一个倦怠期 然后又碰到父母需要人陪的话 然后一然而然的就由我来这边决定回来 在退伍之前 前半年我规划了很多美好的未来 有我要做什么 我接到做哪一件事情 我接到要做什么 我几年之内要完成什么事情 结果退伍之后 接触了盛会 才知道事与愿违 因为很多想的部分 就从一个地方 跳到另外一个地方 很多时候 不是你想的那么的美好 加上我在高雄出生 高雄长大 没有地缘关系 也没有很多了解这个部落 这个村庄 或是整个大环境 去到处碰壁 做什么都做不对 做什么都做不好 那又很多人的一些 好的建言 或者是关心 我都觉得那时候在粉丝 那时候在笑我 所以那时候就站了很多次 从湘工所的田间调查员 开始做起 了解农民种植的辛苦跟方法 他开始一步一脚印的 重启小米 红梨跟洛神 还获选十大青农 一路跌跌撞撞 也曾经不被看好 一次运缘集合之下 我进了京东湘工所 担了一个田间调查员 就是每天骑着摩托车 骑骑骑骑骑骑 骑到这个田里面 为这个阿公 你今年种什么 骑到这个田里面 为这个阿嬷 你的红梨有没有生费 骑到这个 另外一家说 实际上 你学了你的成都多 在这个时间之内 我看到了很多 部落的一些东特产品 一些行销问题 还有伸展的技术 还有很多需要文明改进的部分 这也是我退股之后 完完全全没有规划说 不会互农的地方 在102年 我就成立了彩销班 从最基层的散热班 来结合我们的农友 彩销班是跨足了 金枫香 云茂村跟泥秋村 它是两个村庄 我们扳原在这 在这两个村庄里面 我们从最基本的生产 怎么让产量 来增加人工降低 怎么样让我们的小米 我们的农作物 精致化包装 满怀笑容 幽默风趣的他 其实除了搞笑之外 句句都有哲学 或许在他的人生经历中 有很多是我们没有看到的 今天在自己的家乡 开了一间店 他说这里就是故事的开始 突然发觉 对 我们有的时候 太依赖了政府的资源 很少人从口袋里面 先拿东西出来 因为人家从口袋里 拿钱出来的时候 为这个钱是你花的 因为很注重 这个后面的绩效 当初我们才花了20万 把这间店稍微整理之后 我们有多少钱做多少事 这家店整一整要花好多的钱 那时候我们是20万 先初步的原型之后 你赚一点钱 我们多开了一点 赚一点 多增设一些设备 后续我们还有很多的部分要增加 但是这个后续 因为我们不是一口气把钱全部拿出来 有多少钱做多少事 来到这里欢迎找他聊天 他很乐于分享他所知道的一切 小店说小不小 里头有满满的创意能量 把故乡文化缩饮在里头 还有伴手里 你可以喝饮料 或者是参加游城 高市中的热情招呼 相信你可以真正认识 农作物特性之外 也会爱上他的故乡 东南宣布专门在金峰箱的采访报道